首宗港区国安法案件高等法院下星期一 会开庭处理被告唐英杰挑战不撤陪审团的司法覆核 唐英杰接验去年7月1日插着光伏香港旗次 在湾仔驾驶电单车冲向警方防线 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以及恐怖活动罪 派起6月下旬开审 律政司引用国安法决定不撤陪审团 唐英杰提出司法覆核 司法机构网页显示高等法院排期今月10号开庭 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騰处理